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下来 您逃脱的该死 我可就完了 智者前律必有一失 愚者前律必有一得 甭管这是智者还是愚者我 进了大狱 我可就是死者了 看你说的 此事不是还没结呢 可是 方老爷 莫非梅石树这个女人是谁 是谁 莫非是逃走的那个女人 依我看哪 八九不离十 是 她 她这是狠头罗网啊 来人 莉马把那伙人给我擒住 以后我欺视你个娘们 不能让她再逃了 还有 秦住之后 莉马给我杀了 赛离 自立 万扎 这伙子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露了这么大的脸 真要是把他们给杀了 这后边可就不好收拾了 可是 这么办 将这伙人生亲之后关起来 活活饿死他们 咱们这一笼子鸟今儿坐一块儿玩 是为了庆贺侯大人 绝生互不郎中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两脚跳 往床上一躺 左右两边搂着俩美人 有些人哪 就爱把这官场上的事 往这酒色财气四个字上挂 殊不知 但是你要是把这官场都骂没了 还有你的玩场 至理名言哪 干什么干的 没见过绑珠还没见过绑人啊 朝廷在青铜县杜家庄修官马大道 正用粮田一百八十七亩 案率需全数富肯还田 并拨下银两由当地乡民富肯之需 而杜家庄乡民未曾得到半文拨下银两 你就带着这份状子去到京城告他个天翻地覆 其实啊侯某有今日还不是全仗着铁公子和那老弟的福血是吧 客气 山东空仓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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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揭发继衡业有功 力不给你靴子底下绣两架梯子 为时不为过啊 那老弟 这话说得可够难听呢啊 靴子底下绣梯子 怎么着 这是要登天哪 这可是专门给死人穿的鞋 人早晚得死 侯兄不介意 是不是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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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侯兄是不介意 这要是让干爹知道 他这个大侄子是这么说话的 这怕是会在你脑袋上 邦邦邦敲上三个大爆栗子 我巴不得爆出满脑袋疙来 好给他老人家下上一碗 酸辣疙疙瘩 完了再带上一句 大侄儿孝敬您哪 您多喝上一碗 丁三配二四 三百两 点银票吧 等着 这三百两啊 还真就不知道是谁的呢 大王加小王 至尊宝啊 三位爷 韭菜都送来了 去去去 你一进来 那爷抓一场好牌就跑了 你那大人手气不济 还怨人家 今儿手气就是背 准是那个叫什么 什么 杜霄 那个叫杜霄的 跟个哭丧的婆子似的 在外头跪了三天三夜 喊着我那某人的大姓 说是得帮他办件事 什么东西 本爷怎么就踩上 这么多慈悸渣子 这种人哪 他不怕黑脸李奎 就怕笑脸刘备 你那大人 何必跟这等人一般见识 扔几句好话给他得了 跟喂狗似的 他是光着大定来找茬 我让人给他堵了嘴 绑了 朝廷在江西征用良田 修筑关马大陆 按章程 征用多少良田 就得给补回多少良田 公布按每亩六两银子 拨给地方衙门 再交到乡民手中 让他们把新田开出来 就为这么点尘猫 骨老鼠的事 此人就上公布来练来了 朝廷给下六两银子 开一亩新田 给他不少了 人不能太贪心嘛 对 怕是另有隐情吧 不然他傻呀 铁公子是明白人 谁都知道 地方衙门那些官员们 手掌都是长错衙的 就是铁蛋子让他们过过手 都得给挫下一层披萨 这姓杜是真傻 你逮着蛤蟆 你非得给钻出汁来 这好玩吗 不好玩啊 是不是 来 吃饭吃饭 来来来来 铁公子 来来来来 那大人 那大人 谁谁谁把你放下来的 来人哪 此人敢闯都水司 有点意思 让他说说 好吧 看在铁公子面上 本官问你 你找本官办事 你带什么来 我 我空手而来 那要带什么走啊 波银石数 既然空手而来 那就得空手而归 你说 这公平吧 那大人 那 放肆 波银大的天 你见过几个呀 还真玩上瘾了 啊 告诉你本官是谁 是那中堂的亲侄子 也是个吃了匾的 横了肠子的爷 我知道 我都清楚 那大人 青铜县杜家庄 修官道征田一百八十七亩 至今为建招 一文富肯还田的波银 您是掌管工程波银的郎中 我来找您 就是想请您给我一句话 那笔银子 到底有没有 波到青铜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您为何就不能说呢 你这堵着鸡窝药蛋 本官还就是不给 来人哪 把这个疯子拖出去 那大人 那大人 您不能 那大人 您是一个孝子 您父亲过世那天 您报官不放 哭昏了三回 既然是孝子 竟然是孝子 您就敢认得 我身上穿的这身 麻布白衣是什么 滚滚滚滚滚滚 你赶紧给我滚 本官是不是孝子 关你什么事啊 哪大人 您不愿意说 我杜孝 我杜孝来带您说 这是一身孝衣 十年前 我爹娘死的时候 我刚当上前堂支县 那会儿 我第一次穿上这身孝衣 此后不久 我就到了宁谷塔 替披甲人为奴 获释回来后 我又重新穿上了他 我之所以 将孝衣贴肉穿着 就是因为 我不敢将这个孝子 给放下 我父亲告诫于我 为儿孙者 对父母 需得孝字当先 为官者 对百姓 对朝廷更需得孝字当先 这个孝字 是我杜孝做人的本分 也正是因为这个字 我才不远千里 来到杜水寺 来到京城 来到你那大人面前 跪着 讨你那大人一句话 那大人 看在咱们都是孝子的份上 咱们就一块儿 替朝廷的良田尽一份小心吧 那大人 说得好 这番话 想必我们在朝堂之上 是听不到的 那大人 听我一句如何 请铁公子赐教 我们在京城 也混了不少年了 可像杜先生这样代孝为官的 你见过几个 肯定是没有见过 杜先生这样的真孝子 如今已不多了 好生待他吧 好吧 看在铁公子的面上 杜萧你先找个客栈住下 待本官一有空 就差人去找你 送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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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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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杜先生 外头寒冷 别动着了 杭龙公子尊姓大名 在下姓铁 明见妃 多谢铁公子相助 杜先生 代孝为官 你是当朝第一人 如果不是我铁监妃眼镯的话 杜先生前途不可限量 不送 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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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什么人 少废话 跟我们走 快走小方兄 走 快走 大家大方兄快跑 快走 快走 铁公子 好兄啊 过些日子我再做东啊 咱们接着玩 我有句话要送给二位 想成大事主 可以看不起清事 更可以看不起高事 千万不可以看不起死事 告辞 慢走 快走 你 valve 再在和你 我让你把我和你 你把我扒子 给你照顾 你把牛肌子太太太太 我们最你把龙肠子 Techno 你把牛肠子太太太太太 那我就知道 可您叔叔看得出来 要不然能收他当干儿子吗 这么说你也知道 在我看来 在铁公子眼里 您还不如这个 从前堂来的不速之客 你这 咱们都是铁公子的朋友 要是见外 那就是跟您叔叔见外了 是吧 那大人告辞 起叫 侯祖本刚换了身袍子 这一脸的小人得志 把杜霄给我拿下 是 杜霄 我们走吧 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抓你 哪那么多废话 你这回逃不了了 逃 我为什么要逃 有人告你是空仓案的余党 合伙侵占余粮 犯的是死罪 来 我就不信 这京城没有说理的地方 少废话 走 走 走 一到京城就交到盘八指大人手中 是大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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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被抓了呢 你说 你说 刚离开宁谷塔的鬼门关 这会儿又入了这儿的阎王殿 这不是阎王殿 这是观音殿 还观音殿呢 省得超度了是吧 你说咱俩要是真在这儿一块儿死了 你说咱俩要是真在这儿一块儿死了 那还真配上迎婚了 你说有下辈子吗 信就有啊 那咱就信一回 下辈子咱俩还做夫妻 怎么摆头到老 好 好 都这时候了还想这事呢 差个主婚人吗 姑爷 啥时候给咱放了呀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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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是 那边 那边 谁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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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解了 老实点 来给臣妾 诊病的太医说 刘大人这些日子 没有去太医院看脚疾 也不知道 他那只铁靴子 穿得适不适合 这个不能怪他 那都是朕安排的 他现在一个人顶两个人用 自从上次出了刑部护部案以后 他整个人站在牢房里 日以继夜地在审案 甚至连家都回不了 行吧 等过段时间 朕亲自去看看他 问问他的腿脊怎么样了 臣妾让小齐儿去问秦医吧 顺便给他府上 送些石令的鲜果去 好 好 小贤啊 幸好有你陪着朕 朕要谢谢你 你这心里面 不但装着朕 装着大臣 更装着朝中之事 你让朕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 遥有四月明治理 寒儿千代真分忧 你都是在替朕分忧解难 皇上 杜甫这两句诗的后面 还有这么两句 极渡寄书 白衍北 苦寒赠我 清高秋 每次读完这两句 臣妾就会想起 皇上平时的恩爱 静不住 怕此沾泪 唐使臣妾 能够替皇上 多些分忧解难 那也是感恩于皇上 谷爷 我现在越发惊仰你了 出个大远门 还把自己的老娘也带上了 真孝顺 我这么说你儿子 你开心不 行 你们都不理我 看来是我看走眼了 你不是他老娘 你是他老婆 对吧 五爷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看女人的眼界就这么低啊 这世界上女人这么多 你怎么偏偏就对老女人 找把尺子啊 把尺子含嘴里 想好了再说 没事儿 你让他说吧 看到没啊 他心里比你明白 娶了个小丈夫 知道自己占便宜了 所以呢 就成天低眉顺眼的 像个小媳妇呀 对不对 你等我干嘛呀 谷爷这话你还能忍吗 小放声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说这话我就 打我呀 要不是麦香拦着我 打你 咱俩聊聊 别说了 走 我把你心里不想说的话 都说出来了 你是不是很感谢我呀 感谢你 对啊 对 谷爷你干嘛 说不说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我错了 喝点水长长记性好吗 我长记性了我不喝水 快来我上去 拉我上去 臭男人 我埋太大 下次是因为本姑娘看上你了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 我要面丟人 不要后时间乱弱 你慢慢满 你必须要思考 我将ụ nasıl fer 来 或利或物或飞或器 都在这牡荡花丛中 那爷 这有您的一封 还没回我话呢 在朝礼当官的这些个大臣 哪个不是飞行走兽 要不官袍的骨子上 能绣着那些个东西吗 说吧 什么事 眼下周福天的女儿 从令独打出来了 单枪匹马来到淮安 拿着一把公尺 在当年他父亲丈量过的 啃荒田母上 是一丈一丈的良人 看来是想 就这么大点事啊 下官以为这个事可不太小 哎呀 雍正十年 都十几年了 那陈芝麻烂骨子 他就是回了锅能香吗 那周福天不就死在宁谷塔了吗 良田救世谁敢进去 什么大善的那个女人 不管他了 可是这个密信中还说 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帮手 死人就是被刘统勋 从宁谷塔放出来的那个古山 刘统勋 又跟刘统勋撤上了 山东诸城空仓案 正是这个古山和刘统勋连了手 才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 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哪 要不我派人让这一男一女还个俗 刘统勋的爪子还没向本忠堂伸过来 先不动他的爪牙 去 把那个盐之线抄渡了 这儿 看着点 走 大人 大人 追 快 古山 接下来 我要去浙江处州府锦安县 父亲当年在那里发现良天造假 才下狠心给皇上写折子的 你要去锦安 古爷要回乾堂 岂不是不同路 大善子 前阵子我在诸城 见到刘统勋大人了 王不一跟我说了 我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了刘大人 他说你父亲的案子是雍正皇帝预批的 至今为止没有人敢翻先皇定下的铁案 我知道这么做也许是白费劲 但不管结局是什么 我都得去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可就算你赢了 你父亲也不会活过来了 谁的清白就该还给谁 哪怕他是一个死人 古山 你别劝我了 我是为你好 古山 各自珍重吧 大善子 你别忘了你我是夫妻 那只是在坟前三拜 别太当真 怎么能不当真的 善子姐 索王爷说了 做夫妻要有三童 童抗 童命 死了还得童学 你们俩各让三分 当场夫妻不容易 人家夫妻的事 你管得着吗 我不管你管啊 我当然得管 你们都听着啊 大善子去锦安 古爷去前堂 我小放生 就当一回膳子姐的保镖 也去锦安 你要帮他 我不是帮他 我是帮你 我谁都不用帮 就此做别吧 大善子 刘大人有一句话 我还没告诉你 他说傅有约女来身 他赞成你这么做 他走远了 咱们走吧 等会儿 这个盒子里头 是一个蜂蜂鸟蛋 等它孵出来 羽毛长齐了 你就替我把他放生了吧 别忘了啊 你真的要跟着大善子走 虽然我小放生 大大咧咧地口无遮来 但是我说话得算数 所以 我们就此做别吧 没有问题 你跟着大善子 是要做什么呢 想那一张话 你别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行 我告诉你 我要去跟他单独谈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让他把你让给我 别不着调 我不是不着调 我就是要你 好 我走了 顾爷 这小放生平时大大咧咧不着调 但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 你觉得呢 给我闭嘴 啊 啊 闭嘴 这块都是你最爱吃的 吃吧 知我者 留大人也 自从我跟康熙爷吃军粮那会儿起啊 每餐必蛋肥肉一大碗 自从到了这个鬼地方 连个肉心都没见着啊 对不起了 我要吃了啊 我吃了啊 哎呀 玉膳 酒也喝了 肉也吃了 你身为户部尚书 全国各省粮仓为何而空 从事招来 粮仓无粮 与本王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胆 给我上刑 是 真的与我无关哪 这空仓与我有什么干系啊 好了 放下 放下 那些个玩意儿 只配给玉大人挠痒痒 是 刘大人 就凭您这句话 您想知道什么 我就告诉您什么 天下人都知道 大清的秘密 是在两个地方藏着 一个是军机处 一个是内务府 可天下人根本就不知道 最高的机密不在那儿 那是在户部 户部 这个机密我若是不说 那永远是个机密 就算有人知道了 他也不敢说 说出来 皇上的天下 就难以收拾啊 错 朕的天下 从来就没有崩坏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你 危言耸听了 最臣玉三叩见皇上 扶他起来 都起来吧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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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罪臣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比那密蛇造假案 燕鸟案 空苍案 更可怕的秘密 我若说出来 皇上能饶了罪臣吗 皇上 皇上 你记住 朕 从来不跟有罪之臣做交易 皇上 这若传出去 这大清的射击 就真的难以收拾了呀 大胆贼臣 竟敢威严耸听 好 为了 皇上 皇上的天下 我说 我说 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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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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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玉一 竟敢作证 这个秘密 这本 玉林册上写着的母术 和上两年的数额出入太大 可让我费解的是 为何仅两年之隔 在这两本册子上 就有十二万亩的差额呢 这不合常理呀 要不 我将保定府 在乾隆八年造所的榆林册 也给找出来 再对比一下 不必了 这些日子除了直立上 咱们俩还查了 河南省的榆林册 只要将新旧之册相互对照 就会发现错谬众多 母术不是急增就是骤解 上头的这一个个数字 全像是儿戏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哪个地方该年脑了灾 田母术肯定会比上一年报得多 朝廷发放阵营 都是按摩所发 将母术多报 自然是为了从朝廷手中 多拿下阵营 这不就是在造假骗阵吗 若论罪 可是比十大臣犯下的 虚报封浅案更胜一筹啊 梁大人 倘若地方衙门虚报榆林册属实 那事情就闹大了 是 玉山掌管户部之后 下过一道岩令 不经她统一 谁也不能进当房 看来 玉山对榆林册造假之事 不会不知道 当然 咱们还需要有证据 当房存着的 不光有榆林册 还有人口册 人口与田母 向来是连在一块儿的 您说这人口册 会不会也被人造下了呢 这些天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等咱们把榆林册先粗插一遍 然后就插人口册 对了 这事咱们还得保密 榆山虽然下了狱 可她在户部的亲信到处都是 咱们还要注意安全才好 下官明白 请不吝点赞订阅 老李最靠不住的巡抚是谁啊 安寿国去年给驻大金川的兵营送过军粮 十万单他扣下了六万单 兑换成了银票送我这来了 他要是为了保全性命将此事一说 那倒霉的可不光是我 还得牵连好几位兵部的二品三品大员 再说 像这种事又不是一桩两桩 要是全给抖了出来 那咱兵部这摊子可就砸了锅了 再说 干这些事您也是点过头的 我点头的事多了去了 怎么着 拿本中堂试问拿本中堂开展 中堂大人 怎么着 咱往牢里给那几个老家伙递个话 光电话不行 得递倒 明白